花莲市公正街上有一颗长得歪斜了百年老张树 许多路过的民众都会停下脚步来拍照留念 不过日前傍晚的时间因为天色昏暗视线不佳 就有双载机车骑士闪避不及 造成了后座女乘客的头部撞击到露宿倒地 受到轻微的脑震荡 现议员吴东升和市民代表杨哲峰 接获民众成绩后也到现场会开 并且进行了初步的改善作业 机车骑士通过老树时 蹦得一身后座乘客头部受到撞击倒卧在路面 这个下人场景是发生在花莲市的公正街上面 一颗百年老张树长得歪歪斜斜 整个躯干像是横着生长 严重影响到当地交通 车祸事故陈出不穷 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移到有需要的地方去 也可以移啊也可以寄啊都可以啊 不然你浪费那个嘛 人家大车都没有办法过来啊 是这样 你是住这附近吗 对 很常有人会撞到 常常看到人家撞 先远吴东升和市民代表杨哲峰接获民众成型之后 到现场会刊并且进行初步改善 目前要求施工所与老树委员会共同来协商 做后续处理 因为是收到民众反应 说他的女儿在这边骑机车跌倒 因为坐在后座比较高 那当时除了天色昏暗的原因外 那东升马上来现场看过 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标志的部分 这是现在是限高2.1 但是其实实际两这边只有一米六八 因为这是我们花莲已经一个历史见证的迎客章 这已经算百年老树了 那市工所跟老树委员会的部分一起来协调 是要移植还是加装这些警示标志 要移植到哪里还要经过协调开会才能够确定的 因为当时事发的时候这个路灯 依照影片看的确是现场是蛮昏暗的 所以我可能会联络施工所那边做路灯的改善 那会把它用亮一点 让晚上用路人会比较清楚这边的路况 然后还有这边的线高 线高跟实际上是有一个蛮大的落差的 所以也会做这边的修缮 在这边改善让大家比较知道这边的高度 这颗百年迎客章虽然是当地知名地标 但是却隐藏着交通危机 除了线高标志也与时机不符 一旦到了傍晚的时候贴摄昏暗视线不佳 更容易发生事故 而行进这个地方的民众也必须减慢车数多加留意 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 借许立琴华联市报道